好来我们看2013年的这一题 他在这个图呢 他说我的这个opq是一个quorum quorum是四分之一个圆圈 所以他这整个呢是90度 ok因为360度除以4 他是90度 然后o是他的center 所以这个是14 op也是14 他告诉我 这个ops呢是一个半圆 center在r 所以这一边是180度 然后他这一个跟这个一样 我知道这整条是14 因为跟这个都是一样14 所以他分一半是7 7 所以我的这一个的radius1呢 是这一个 我的data1呢是90 我的data2是180 我的radius2是7 还有我们找perimeter of shaded region perimeter of shaded region呢 就是图回的部分的周长 14加pq加osb或paso这样的东西 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up of pq 弧场pq 他的pq的弧场度数是90 per360 乘以2πr乘2 乘20 247 然后他r是14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90 per360 然后再乘2 乘22 per7 然后再乘14 然后我们拿到的是22 所以他拿到的是22 然后过后呢 然后过后呢 我的那一个呃 pso的弧场 这边是百八度 百八度 百八度360 乘2πr radius7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就会变成百八度360 乘2πr7 所以我的这一个就会变成22 哦 也是22 好 所以我的perimeter of shaded region 这边22 这边22 所以他会变成22加22 再加14 所以他会变成58 cm ok 好 接着B的部分呢 他要我们找area of shaded region 我的area of shaded region呢 首先我要找area of op 就是整个大哥 他就组织 per360 乘1πr 22 per7 他的r是14的sq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90 per360 乘π 14sq ok 我们的2πr 变成πr 这样就可以了 90 per360 π14sq 所以他变成了154 然后我的这个 area of semicircle 那个ops 他的度数是180 per 360 乘2207 然后再乘7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就会变成18 per 360 然后这样 ok 好 所以我的答案会是等于77 所以我的area of shaded region OK area of shaded region 会是等于154 减掉77 所以他变成77 所以我的154减77 然后拿到是77 所以他的答案呢 会是等于77 dm square 好 这就是我的答案 ok 好 proced 操作 好了 Miz